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今天看到有一个中国人驾驶橡皮艇 在深夜偷渡台湾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自台湾台中港务警察总队 他们会同海巡署、中部分署等单位 在4月30日深夜 也就是昨天的凌晨 查获了一名假橡皮艇偷渡者 这个人说他是为了投奔自由 目前海巡署已经把他送到警察局 正在进行调查 他是从福建偷渡过去的 这个男子姓周 这是在4月30日深夜11点50分发生的事情 因为当时海巡署接到电话报案 然后就迅速派员到南梯路一带 截获了这名周姓男子 随后给他量了体温 没有发烧 然后就把他带到警局 现在中国大陆又重新出现类似的偷渡行为 是说明中国现在的政局确实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因为这种偷渡行为都是发生在早期 比如说毛泽东时代 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偷渡台湾 偷渡香港 甚至很多人都被击毙 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上升在台海 或者说在前往金门岛的那个路上 但是至少我知道有大批人 因为内带的海域的中国地图都语言不详 而且大部分中国人的海洋知识几乎是为零 所以说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因为受到中共的暴政的压迫 走投无路想要偷渡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要么淹死在海里 要么被边防军踏死 要么被中共抓获 很少有成功的 因为台湾海峡是如此的宽阔 最近中共加紧扣牙护照 现在事实上在中国 你想申请一个护照已经不太可能了 从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 你去申请护照的时候直接被拒绝 即使你有海外关系 即使甚至你有海外有企业 有公司需要你去打理 你办护照的申请都可能遭到拒绝 现在都是必须要一个 比如说对台办公室 或者诸如此类的发出 同意的一份文件 说你有紧急事务 希望协助给予办理 然后公安局这个护照客 可能才给你办理护照 否则的话都不理 我们知道以前些年 中国各地的公安大厅里面 都专门设立了办护照服务 赚了不少的钱 因为一本护照 它可以赚一百多块钱 但是现在据说都撤了 现在你想办护照比登天还难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 已经回到了一种 闭关锁国的时代 而且这个趋势每天都在加强 这也就是导致了走失 那个偷渡 因为有一些人走投无路 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对共产党的震恨 或者受到共产党的追捕通缉 而偷渡台湾 这是正常现象 我自己其实有三次 偷渡台湾的经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次是1987年 我当时想要投奔台湾的反共救国军 因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主要祸害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安徽的家乡 到福建厦门 准备偷渡到金门岛去 因为我研究地图 发现那个地方可以游水过去 而且我有偷渡 在海上偷渡的经验 我曾经从蛇口那个地方 游泳偷渡到对面的 这个香港对岸 游了整整一夜 后来呢 实际上几个小时都昏迷了 趴在那个救生圈上 而且那还是香港人 船上的渔民丢给我的救生圈 要不然我恐怕就死于非命 但是呢 那时候呢 我生活在中国呢 仍然感到窒息 而且呢 在八十年代呢 想通过办理护照 离开中国呢 那条路几乎是 在普通人看来走不通的 而且那时候我离开大学已久 感觉到对中国深深的绝望和愤怒 所以呢 1987年的时候呢 我就在家乡买了一个很高级的救生圈 有三节杠的 跑到厦门一带 但是呢 第二天呢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 背个小包 把我的包里的东西给收拾好 然后呢 在等到天黑准备游泳过去的时候呢 后来就几个 两个民兵走过来 身强力壮的民兵 问我在那干什么 我说在那休息 这个在那玩耍 他们就说 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我当时很奇怪 但是 他们也不等我同意 就把包拉开 拿出了救生圈 说你带这个干什么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买不到 这是伪敬品 他说这个呢 就因为这个事情呢 你要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他们 然后左右架着我的手 刚走没几步 就有一辆电子工程车来到 那些人呢 都是年轻人 迅速地开车 把我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 我一看 里面全是武警 中国的边防派出所 都是由武警组成的 那是我第一次偷渡台湾事外 而且被关押了几个月 在厦门看守所收审站 我绝食绝水五天 差点死掉 因为当时我听说呢 偷渡台湾要判刑五年 可能正是我这个五天的 绝食绝水 所以差点死掉呢 使得当局呢 觉得 这个没有必要 再给这个人判刑了 当时呢 因为可以判刑 也可以给你释放 所以呢 他们就把我扔到了 民政局的收拾所 我又从那里面翻墙逃跑 第二次呢 我偷渡台湾呢 是在这个海南 在海南呢 讲起来很有意思 因为我那时候 88年的时候呢 我跟很多人一起抱怀有一份自由的海南们 到了这个海南 结果呢 在海南呢 也是晃荡 很久赶到 没有出路 最后呢 在山崖的时候 很偶然的 碰到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淮北税务局的一个 他是想偷渡到台湾去 然后我们两个就来合集火来 跑到海滩去 雇了一条小船 然后直接爬到了一个台湾船 爬到他那个渔舱里面 就是放渔网的一个舱里面 那里面非常闷 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一夜 简直就闷死了 后来我感觉到再下去 那里面缺氧 就说他没有窗户 我们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后来呢 我就爬出来 爬出来以后呢 那个当时的船员见到我 大惊失色 后来呢 他们请我吃了一顿饭 找了一条小船 给我送回大陆了 谁知道过了一会儿呢 我本来 我还没有跟他们说 我还有一个伙伴在船厂里 没想到那个人 后来也是因为被憋得要死 而回来了 那一次呢 还算幸运 这个偷渡台湾呢 第三次呢 是我 就是不久前 第四次大概出狱的时候 或者第五次出狱的时候 其实我都到中国 东南沿海一带活动 想寻求偷渡台湾的途径 我当时在这个 比如说 石石的附近的港口 还有泉州的港口 都曾经徘徊 询问当地的渔民 有什么办法 能够偷渡台湾 我就说呢 我这台湾 有亲戚 然后呢 就想到那去 但是呢 我们当地 不给我办护照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事实上 跟着差不多 因为中共当时 拒绝给我护照 不准我出国旅行 把我控制起来 但是呢 我跟很多渔民的谈话 都让我深感失望 他们说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 过去邓小斌年代 你可以花个 几千块钱 就能偷渡 现在呢 你现在花几万块钱 都很难偷渡 因为现在所有的渔船出海 都必须是500灯以上的大船 而且那个船上有党支部 就是严禁 这个偷渡 严禁走私 现在中共呢 这个对海岸 对海港的管理 非常严密 几乎呢 就是类似于 回到毛泽东时代 我当时听了大惊失色 这也促使我那时候 下定决心离开中国 所以呢 我就 后来呢 我有在中国的东南边境 西南边境 到处跑来跑去 弄得安徽市公安局紧张的钥匙 因为本来呢 他们不想放我走 后来看我老是这样闹 老是这样闹 他们忍无可忍 最后终于给了我一份护照 当然另一方面 我在美国 也有朋友帮助我呼吁 就是说呢 美国的一些人权机构呢 也向中国政府呢 在那时候施加一些影响 其实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外交部呢 公安部已经同意 要给我护照 但是呢 安徽公安 蹦步公安呢 害怕承担责任 说他们认为呢 这个家伙出去以后 肯定很反动 肯定会继续反共 因为几十年了 而且坐了五次监狱 都不悔改 将来出去以后 肯定是个麻烦 所以他们呢 拒绝承担责任 就不愿意牵制 他们 他们是处在两难之中 一方面呢 把我扣牙在中国吧 他们又要 趁其提心吊胆 害怕我 惹出什么麻烦来 但是呢 放我出去呢 他们又担心我出来以后呢 继续反共 所以说呢 他们就是迟迟不扣 但是我采取的这个策略呢 非常有效 我在广西的时候呢 突然失踪几天 让他们以为我要偷渡到越南去 结果呢 安徽省公安厅 跟广西公安厅全境通缉我 大动干戈 最后呢 过了几天以后 我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一家 这个广州的火车站 后来就凭着那个火车站 我要北上的那个车票 他们虽然把我押回了安徽 但是很快就把我释放了 就是 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几次偷渡经历呢 都是处于万般无奈 而现在呢 全中国也是处在 越来越万般无奈的经历 所以呢 预计呢 将来偷渡到台湾的人会越来越多 他们会驾驶橡皮艇 甚至驾驶 各种各样的工具 其实现在呢 已经有大量的 你买个橡皮艇 背到大包里面 开车 或者租车 跑到海边去 就是说呢 从远一点 不要靠近 那个 就是说呢 太靠近台湾的那个偷渡点 因为那些点呢 有很多民兵在巡逻 比如说 我当时是从厦门那个地方出发 就是那个河错一带 那个地方呢 有很 那个地方对面 其实根本不是金门岛 它是什么大弹岛 二弹岛 很多人都以为是那是金门岛 如果偷渡过去的话 那也是很麻烦 所以说呢 最好是从远处 最好是驾驶橡皮艇 或者小渔船 来偷渡 因为呢 未来呢 偷渡呢 仍然是中国人 想要偷奔自由的人 必须面对的一条途径 十分之后 就先来 看出这会儿 那么便宜 是什么东西 才是什么东西